南韩官方公布数据 1月份出口继续成长 但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剧多偷调查 受访经济学家预测 由于中国经济放缓和COVID-19确诊激增 将对南韩经济构成重大风险 韩国时报19日发表社论警告 韩国与其他各国相比 更容易受到中国经济疲软影响 据韩国现代研究院研究 只要中国经济成长率下降1% 韩国就将下降0.5% 韩媒报道 韩国有1850种材料和产品 8成以上来自中国 政业界担忧 除了长期高度依赖中国的钢铁 石化和重型装备产业外 半导体 显示器 电池等高附加价值产业 也都到中国设置生产基地 主力产业全都被牵连进去 中国的危机很有可能转移到南韩 韩国时报呼吁 中国风险日益严峻 政府和企业应制定具体措施 分散原材料和零组件的进口来源 并探索世界各地的新出口市场 减少对中的过度依赖 新唐人亚派电视 叶恩姐编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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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